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书馆开书啊,咱们是接着聊金川 虽然呢,咱们故事聊的是金川 主线呢,在四川的前线 不过今儿啊,咱们这桥段得拉回到京师了 拉回到紫禁城当中啊 咱们得说说呀,这乾隆皇帝 这乾隆皇帝自打着金川之意开打以后啊 就没消停过,竟是着急了 这小小的金川弹丸之地啊,反了沙罗奔 这沙罗奔呢,也无非就是大金川的吐司 网络的一些个跟他一样有野心的承债吐司们 像盘军一方啊,像这个中央政府 也就是这大清朝廷多要些实惠 听起来啊,不难解决 这个沙罗奔所控制的家戎藏区啊 拢共加起来男女老幼 大概其啊,也就是七万多人 一开始啊,什么庆父啊 张广四,乐钦呢,他们向朝廷回奏 他们说这个大金川的反贼能争能守的 也不过是万把有鱼 实际呢,后来有学者分析 再者呢,就是咱们说了这么多天的书 讲了这些大小金川的基本情况以后啊 我们也能分析得出,这大小金川能战斗的部队啊 绝不止万人 大金川,土司,沙罗奔所辖七万余众啊 这里边我估计最起码有三万五都是能打仗的 首先说呢,这个地区啊,民风标哈 这孩子呀,长得个十二三的 就应该拿起火枪啊,能够冲锋陷阵了 其次呢,你不要忘了 大清国的八旗部队到六十岁以后啊 才被称为老丁 才从这八旗部队当中退丁 沙罗奔手下的这些分蛮 平时的生活来源呀 一半是来源于耕作 另一半呀,来源于渔猎 您想这南丁啊,在山里边 他只要能活到七八十岁 他就七八十岁还能够上山打猎 这样啊,结论就来了 为什么沙罗奔手下有这么多能打的士兵呢 那就是因为啊 这些士兵的年龄跨段大了 下至刚会早啊 他上至九十九 这么说呀,一点都不过分 过于轻敌啊 也是导致前期清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随着这个庆父被押解回京 哎,这张广四诺亲呢 责令回京述职 咱们前文书说了 在这个前线的越中旗越军们 还有啊,和他配合的川山总督富尔丹 以及啊,新任的四川巡抚班地 这套班子啊,还是很过硬的 七只咔嚓啊,这越中旗,统侠三军 就打了依次京川之战最大的一个胜利 那才就干净利索呢 据这个前线战报所说呀 是为损一兵一将便拿下了这康巴达老债 那么这会儿这朝廷这乾隆皇帝 若是啊,这拜越中旗为帅 哎,封越中旗啊,为精略 统领三军是能不能拿下沙罗奔呢 这件事情啊,不好猜测 因为历史啊,不容假设 我想啊,等咱们把整个系列讲完之后 您心里自然会有答案 但是啊,这乾隆皇帝 他心里不是这么想 首先说这越中旗啊 哎,他不是旗人,他是汉人 经过这个雍正朝的曾经吕流良案呢 这朝廷,乾隆皇帝对这越中旗啊,心有芥蒂 那么说这乾隆皇帝他认为这越中旗 以后做大之后会反吗 哎,乾隆皇帝不这么认为 但是啊,他怕你拦不住他骨子里怕 那这话怎么说呢 这就是少数民族统治大族群骨子里的不自信 所以说呀,他要让一个满洲勋贵 到前线去建功立业 您可别以为这张广寺啊,是汉人 这张广寺啊,他可是正经八板的奇人 他是相红旗汉军 有的时候啊,咱们总得重申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书目当中啊 这大清朝啊,他是不分满汉的 他分的是什么呀 他分的是奇民 他认为啊,除了奇人之外就是民人 实际情况啊,他肯定是有差异的 不过在理论上所有奇人,包括满洲 蒙古以及汉军都是平等的 实际上做不到 就是在清初也做不到 绝对平等 到了这个雍正以后啊 逐渐的这个出席为民 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古 以及八旗满洲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这个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咱们提一提,您了解一下也就行了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这乾隆皇帝啊,他就认为 这个大金川土司沙罗奔所掌握的 这一块家戎藏区的人呢 脑袋后边啊,是天生反骨 生来啊,就是和这个中央政府找事来的 所以说呢,这朝廷乾隆皇帝就这么认为 那一定要把他捡草除根是一劳永逸 实际上啊,这是错的 应该是怎么样呢 应该是以这个威棒大臣主导啊 安抚才对 那古今一礼,您看今天咱们也是把钱的往少数民族地区去花 帮助少数民族兄弟啊,建设自己的家乡 这样的,这少数民族兄弟啊,才有民族归属感 才认为祖国大家庭啊,他是其中的一员 这呢,是这乾隆皇帝在民族政策上的方针错误 所有的问题加到一起 就是到今天也有人说这乾隆皇帝打的这金川之战呢 哎,是一个比较扯淡的战役 死的人呢,白死,花的钱白花 那咱们现在怎么说,怎么想,怎么分析啊,那都是咱们现代人的事儿 那当时的乾隆皇帝,俨然呢,是又要往前线派将了 但是派谁啊,这乾隆皇帝心里没底 哎呀,乾隆皇帝他也琢磨呀 自镇登基以来啊,最信任的乐钦被派到前线去,不行了 那么乐钦不行,还派谁呢 他心里啊,都是有个人选 不知道这个人呢,他行不行,谁呀 这就是他的亲小舅子,傅查复衡 要说这会儿的复衡啊,还穿着笑呢 为什么呀,就在当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这复查复衡的姐姐,就是乾隆皇帝的元后 孝贤纯皇后啊,在这个东旬叶泰山的回城路上啊 他崩逝了,要说这傅衡啊,和这个姐姐也是最亲 这复查复皇后啊,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但是唯独对这个傅衡很好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傅衡啊,是李荣宝的第九子 在这个傅衡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啊 这李荣宝就死了 当时的弘历啊,还不是皇帝呢 于是就把这个小舅子接到了身边 让这个傅衡啊,在内庭长大 和这帮皇子王孙们呢,一同读书习武 过去咱们民间老百姓话说吧 这傅衡啊,自小啊,是这个姐姐姐夫拉不大的 后来的这个雍正十三年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登基做了皇上 这姐夫一当皇上啊 这个小舅子就更得瘾抽了 有人说这傅衡的一生啊,是靠的真本事 哎,不靠这个皇亲国戚外戚这层身份 不过您错了啊 他要不是外戚 他也得不到如此多的机会不是 一日长两日短的 这傅衡啊,在乾隆皇帝身边可就长起来了 就做了一名啊,侍卫 要是这傅衡啊,还真是从基层干起 他先做的是兰陵侍卫 您看啊,这侍卫啊,他分一二三等 可是啊,这兰陵侍卫算是等外 也有人说这兰陵侍卫是四等 哎,实际上呢,这兰陵侍卫不排入等 那换句话说呢,这兰陵侍卫啊 可能就是基层的侍卫 他不是大内的侍卫 那当然了,这皇上能让自个儿小舅子久居人下吗 没过多久啊,这傅衡就成了这个头等侍卫 这近身的速度呢,可能就比别人呢,穴位的快那么一腻腻 哎,那到乾隆七年就更厉害了 成了御前侍卫 也就是啊,成了皇帝身边的近人 没过多久啊,连刀也不用跨了 成了总管内务府大臣 管理这个圆明园事故大臣 到了乾隆八年的这一只脚啊 就跨进了仕途 出任了户部幼侍卫 没过多久呢,就担任了山西巡抚 咱们呀,还是那个老坑 如果您要是看过二月盒先生的乾隆皇帝 您就知道了,这傅衡发迹啊 就在山西巡抚镇上 平扣剿匪嘛 那可是那部书啊 很大很重要的一部分章节 不过在正史上啊 提及很少,一句话带过而已 这历练了两年之后啊 在乾隆十年的头上 这傅衡啊,就调回了北京 入了金基处 成了这个天下当官的都眼红的君基大臣 并且还兼着户部右侍郎和内大臣 不久之后呢,就转任户部左侍郎 您看那这儿就又有个小知识点了 您看这个清代各部的这个唐官 一共有三个 您看那这左侍郎呢 就在右侍郎之上 那最厉害的那就是中唐大人 那就是尚书啊 到了乾隆十二年的时候啊 这回行了,这傅衡啊就转成了这户部中唐了 就是尚书大人 不但如此啊,还兼着 阮衣卫,义政大臣,电视独卷官,会典馆总裁 等等等等 一直就到了这乾隆十三年 也就是1748年,金川军务这年 这会儿的傅衡啊 官刚才咱们说了 他身上还有弦的 什么弦啊 是协办大学士 要说这傅衡啊 从今年开年之后啊 情绪不高 为什么呀 刚不是说了吗 姐姐没了 这姐姐呀 实在是太疼自己了 这傅衡啊 一直难过着呢 可是难过归难过 这傅衡啊 也没忘了自己身上的职责 什么职责 您别忘了 他是军机大臣呢 他时刻关注这金川的前线 眼瞧着呀 这无省惊略 乐亲的 被派到了前线 哎 这乾隆皇帝 满心的想让这个满洲勋贵啊 建功立业 可是呢 他窝头翻个的 陷了大眼呢 傅衡啊 就有啊 写风奏报 到前线呀 去接地他的念头 可是呢 这皇上派过去的人呢 皇上没叫他回来 自个儿也不好说这话呢 哎 就在乾隆十三天的八月份 这乾隆皇帝呀 生气了 哎 打了败仗啊 实在是太丢人了 于是啊 就让这个乐亲张广寺啊 回京述职 这里边啊 还有插头的故事 今天呀 不在咱们书的范围之内 也就不细掰扯了 这回这大国舅傅衡 可看出机会来了 赶紧就给自己的皇上姐夫 写了一封奏折 宝举一人 不是别人的正是他自己 这乾隆啊 咱们就交代过了 这乾隆皇帝 本来就有派着傅衡到前线的心 那既然他自己也愿意 皇上觉得他也行 那干脆 已就已就 那你就去吧 于是这乾隆皇帝就写下了一封诏书 乾隆皇帝的诏书啊 是这样写的 朕自预计以来 第一受恩者无过纳钦 其次莫如复衡 今纳钦既旷日持久 油填重计 朕实为报残 则所谓奋身之力者 为复衡世俗 看得出来呀 乾隆皇帝说这番话呀 挺咬牙 挺难过的 他说呀 朕自登基以来 这第一受我的恩惠者 那无非就是纳钦 可谓这纳钦呢 应该是新朝第一重臣 这其次啊 才能轮到我的亲小舅子 富衡 可这纳钦呢 被我派到前线之后 他不思君恩呢 不思报国 这朕呢 给了他多大的脸呢 他就给朕献了多大的眼 看样子奋不顾身 这宝国之臣呢 还得看富衡的了 既然呢 这事定下来了 那说不了讲不起了 这朝野上下呀 都要为这富衡 富略爷出征前线呀 做好准备 好家伙子 这一下子 这朝廷啊 花钱花扯了 这各省啊 又往前线市增调了大兵 要知啊 这举朝上下 是如何支持富衡 这朝廷 究竟为他又花了多少钱 咱们明天 接着聊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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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老 张十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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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真是 那 赫 是 哼